驾驶停的红灯视线忍不住飘向左方 因为拖吊车拖的不是普通的轿车 而是要价破前晚的超跑 灰色车身软顶敞篷 时速从0加速到100只需3.1秒 这台蓝宝街尼小牛Huraken 售价约1300万 但不是停在停车场而是红线上 远景看到下车拍照举发 车主你在哪 四处催不然 拖吊业者只好拿千斤顶撑请超跑 安装辅助轮 约10分钟时间完成脱吊作业 小牛只能跟主人说再见 一般我们针对违规脱吊作业 第一步骤我们会先从正面做拍照 针对底盘较低的名贵跑声部分的话 因为底盘比较容易做受损的部分 所以底盘我们会再针对细部 去做些微的拍照部分 要确保后续发生不会发生争议 一般像这类低底盘的车辆 比较适合黄色的全吊车脱吊 因为吊臂能拉起整辆车 或是让车辆开上斜板 这次业者使用的红色脱吊车 是用螃蟹夹夹住车轮 因为活动角度较大 普遍用在围停车辆 若真的要脱吊名车 会使用辅助工具 针对名贵车辆的部分 因为我们会加螃蟹夹的部分 会加入插杆的部分 然后增加车子 这个螃蟹夹与轮胎的紧密度 以提升底盘的高度 然后避免底盘有受损的部分 新北市新庄则是有脱吊车 一边听援警指挥 一边扒鼓 退再退直到发出碰撞声 糟糕一辆机车被撞倒 后方汽机车驾驶全目睹 脱吊车司机和援警 立刻前往派出所报案 并通知车主前来 评估车损后 由脱吊厂赔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